昨天傍晚旧金山39号码头和Imbacadero附近发生了榴弹射击 又一次震顺了大湾区民众的心 有人说我们一定要严惩罪犯 以警效尤 这种事怎么可以发生在和平欢乐的观光圣地呢 也有人说是时候了 这四五年来警力一直不足 是时候增加正式警员的编制了 我刚刚在网络上看了一篇专题报告 一位资深警官指出 目前警员的执法效力不张 不仅是因为警力不足 也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定位 以前警察是完全自治 不需要负担什么责任 他们被明示 警方的任务就是要积极地打击罪犯 每天都预期要以武力制报 每天都预期要开罚单的 但是现在整个政策的改变 市政府告诉他们不需要积极出巡 只要坐在警局里等 有人报案再处理就好 他们现在变成了跟消防队差不多 有电话才出门 但是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 旧金山市民说打完电话可能45分钟后 才会有警方到来 抢劫犯早就逃之夭夭了 警力不足 警员士气低落 新进警员更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难怪治安亮起了红灯 这几年旧金山市有不少令人感叹和反感的报道 停在街上的许多车子 车窗被打破 多个药妆店被人白白光顾 大都起因于 新的法律规定 每斤950元以下的 没有伤害到人的犯罪 警方不予处理 再加上疫情来临 再加上班 人流少 生意少 肖小犯罪 时不时的顺手牵羊 大型的犯罪 抢劫名牌包 抢劫名牌店 警方也抓不到 许多店家干脆关门大吉 损失还比较少 周围的朋友这几年也不不喜欢往旧金山去了 除了上面讲的原因外 疫情刚开始时 亚裔仇恨犯罪也实有所闻 大家对旧金山都望而却步 我自己在2021年7月 打了两剂疫苗之后 和一群同伴 在中午时分 战战兢兢的到旧金山参观 国际艺术博物馆 刚开始时 还比较担心病毒 但是走着走着 感觉路上的流浪汉越来越多 我们一行四个人 本来正好好聊天着 但是慢慢的 大家都说不出话来 我们都聚精会省起来 要认真地走完这个两到三百公尺的路 如果流浪汉只是零散的几个 在路边安静地坐着 通常我们也习惯了 但是那一段路的街有蛮多的 而且都是站立着 他们随便站起来都比我们高大 有的站着挡在路窗中 有的打刺钵抽烟盯着你 有的在路上晃荡 有的念念有词 有的三五成情地聚集 我们不约而同加快了脚步 不顾坐镇定 不敢多看旁边的人一眼 但对挡在路当中的人 还是迅速地瞄了一下 最让人精神紧绷的 是一个正在施工的街角 小小的人行道 左右中间都有流浪汉站着 他们完全没有要让路的样子 我们只好一个一个 硬着头皮从中间穿过 虽然说流浪汉不一定是犯罪者 不一定会攻击人 但是有的人目光凶狠 有的人吸毒 有的人神志不清 再加上他们有意无意地挡住街道 恐怖悬疑的音乐声 不得不反复地播放了我整个脑袋 到了博物馆 我们问当地的人 附近治安好吗 他们说好啊 附近很多警察 每一条街都在一个 我的确注意到了几个 矮矮胖胖的警员 感觉很不够力 如果真的治安好 还需要警察葬在那里吗 那年九月我又和一位学妹 到旧金山的Chess Center 参加一场夜晚的音乐会 我穿了一双平底鞋 以免万有需要比较好跑 另外我还带了两瓶吹泪喷雾剂 一瓶在车上给了学妹 但下车时她没有带 我一直松拥她 带在身上比较安全 她觉得我好像反应过度 也是啊 因为这一区是比较新的一区 建筑物街道都很干净整齐 晚上灯火通明 也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 在街上晃荡 感觉安全很多 2022年的九月傍晚 我又和朋友一起 四个人在旧金山花园角附近的 一条中国面街上吃面 附近人潮也挺多的 吃完大概晚上七点钟 我们就往停车场走 应该是安全吧 但是没想到 晚上的花园角没有什么照明设备 二楼只有一块地方 灯火通明 那大概有一百名左右的中国人 一起围观着什么东西 我们走到照明不住的电梯路口 发现已经关闭了 只好又穿越整个二楼 下楼梯到另外一个人行道路口 就在我们下楼的同时 在楼下暗暗的花丛里 好像有一个人在那边等待着 他随即跟在我们后面 一起要走路地下道停车场 领头的大哥很快地推门进去了 我走得比较慢 心中闪过无数的念头 跟着我们的这个人在我的左后方平行着 我知道下去有两个门 两道门只能推进不能推出 我怕后面这个人在两道门中间攻击我 所以下了几个阶梯后我就停住了 马上转身想往回走 跟着我们的人也停住了 我跟他打了一个照面 看清楚了他的长相 穿得整整齐齐 身高应该有190公分以上 他说了几个字 我听不懂 他左手拿着塑胶袋 右手不停地在口袋掏东西 从口袋的形状看起来很像钥匙之类的 我就跟他说Go ahead 然后我就往上走 上了街道又转走了一小段 接着回头一看 天啊 不但后面两个朋友跟着我上来 那位不明人士也跟上来了 真的被缠住了 朋友问 你为什么不去停车场而走到这里来 我说了 我想要甩掉后面那个人 他们又问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停下来 原因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跟上来 而且再往上走也是暗暗的 所以我不想走了 我看见身后的十字路口 另一头灯火通明 人潮众多 而且现在是绿灯 于是我又带着头往十字路口走 突然发现另外一个朋友 竟然一声不响地往左边走去 可能他要立模深入吧 站在十字路口前 刚刚第一个下停车场的大哥出现了 他没好气地说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为什么都不下来 我们说了情况 大哥说不要管他 我们走 结果大家都不动 这位大哥说 如果你们不敢走 我走第一个 然后他就穿过那个人的前面 直接往二楼走 又把我们带回暗暗的阶梯 我一直快步走到二楼 靠近中国人围观处的光线时 我才敢停下来 才敢往后看看 那个跟着我们的人终于不见了 这时候大家才讨论起来 他到底要干什么 他口袋有枪吗 有刀吗 如果他真的发动攻击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是我们带头的朋友比较有气势吗 讲话比较大声吗 还是正义里男的瞪了他一眼 总之 大哥带领我们脱离的困境 我发誓 以后晚上我再也不要去花园角了 这两次小小的惊吓之后 我都还没去过旧金山 虽然我知道车停在车库里面 不要停路边 比较不会有车窗被打破的危险 不要走到某些区域 比较不会遇到奇奇怪怪的人 但是防不胜防 加上没有几个月就有枪击抢劫的新闻 实在难以叫人免除恐惧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在安心的享受 美丽的旧金山风景呢 谢谢各位听众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按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 谢谢